好了,今天我們又來維修一個相機的穩定器 這是一個VBS,我們拆開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它這個包裝還是包裝的挺好的 然後來看一下紙條,它說是 海風大把穩定器給吹倒了 感覺裡面進沙子了,就非常細的沙子 然後就怎麼怎麼樣,它上面寫的有 然後就是有異物,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來聽一下,來聽著 就是有非常那種細的那種東西在裡面的聲音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它說有垂頭的現象 確實是有,來看一下,放桌上面 確實,這個就是垂頭的一個現象 這個問題的話就比較簡單了,就只需要 更換一個搖桿就可以了 來我們開快速的來看一下,好,來看一下 看到沒有,裡面果然是進了沙子 其實在拆解的過程中,還有其他的沙子 我也給它一併的清掉了 這個過程的話就快速的一些越過 來看一下,這是換好之後 換好之後呢,效果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再把它裝好 裝好一下,然後測試,沒有問題的話就可以了 我這裡現在是穩定器 基本上所有型號都是在維修的 來看一下,測試一下 我們來開機,開機 好,復位,好,正常 現在沒有動了 所以小伙伴,這個穩定器這一塊維修 是妥妥的,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寄修的 都可以私信我 在價格方面都是在合理範圍內 這個東西都可以諮詢我 好了,本期視頻的話就到這裡了 有喜歡的小伙伴可以點贊,關注,分享 有需要最主要是可以找我 好,就到這裡今天的視頻 快點 好,不然 哦,我們可以先走